坦克王者为啥是梅卡瓦,因为他连发动机都是快装甲,当其他主战坦克都把自己,看似最值得保护的发动机,放在更安全的屁股上时,唯有他,反其道而行,偏偏就是要把发动机装在离敌人更近的地方,前面,梅卡瓦之所以要把发动机装在正面,是为了在遭到袭击时把他作为肉盾,以此更好的保护车身当中的成员, 并被他们流出宝贵的逃生通道,因为后面没有发动机挡着,所以梅卡瓦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,他开了个后门,既能让里面的成员快速进出,也能在必要的时候,带上更多的士兵,充当一个临时运兵车的角色,于是就这样,梅卡瓦的发动机就被装到了前面,但是对这种设计,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第一,机动性,发动机在前,主动轮也在前的梅卡瓦,机动能力明显不足,在崎岖的全地形路段行驶时,甚至还有断轴的风险 第二点,安全性,尽管每一枚炮弹都装在了一个防爆桶里面,但在重弹和着火时发生弹药爆炸的风险,还是比别人高出许多 第三,隐蔽性,把发热最高的发动机放在前面,是无法将显著的红外热源,像别的坦克那样,隐藏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的,在红外成像一下面,可更容易暴露了 这么看起来,都到第四代了,梅卡瓦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,问题就是在这里 什么才是好坦克,是由他奔赴的战场决定的,梅卡瓦的战场来的通常不是一些 能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主战坦克,而是手持RPG,兼扛ATGM的武装人员 他最好的角色当然就是一个,装着坦克炮的装甲运兵车啦 从这点上讲,他真的很出色